元宵佳节,农历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,这是庆贺春节一连串活动中最后一个高潮。 在以往,要过完元宵节,才算过完年,元宵节也叫做登节。 根据古书上的记载,孩子们在过年期间放假,直到正月十五日才开学。 这一天,学生最主要的活动是开灯。 大家各自从家里提一盏灯笼到学校,请老师替他们点燃, 然后提着灯笼四处走,象征学生,日后前途光明远大。 由这种开灯的习俗,逐渐演变成元宵节提花灯的活动。 小孩子喜欢提灯笼玩,大人则喜欢看花灯,做花灯的材料很多。 例如,纸,布,竹,皮革,金属,塑胶等等,都可以利用。 甚至还有用冰做成的冰灯。 至于,花灯的样式,更是变化万千。 各种造型都有。 还有的是根据民间故事制成了一连串的花灯。 配合赏花灯,还有猜灯笼的活动。 灯笼是我国特有的文字游戏。 内容包罗万象。 谜题有的很简单,连孩子也猜得出来。 有的灯笼却是要废此脑筋才想得出答案。 只要猜出谜题的,都可以得到一份奖品。 灯笼晚会显得热闹,紧张又有趣。 过元宵节一定要吃元宵。 各地方元宵的名称,做法。 口味都不太一样。 有人吃甜的,有人吃咸的,各有特色。 虽然口味不一样。 但是白白胖胖。 圆圆滚滚的元宵。 象征一家人和乐团员的意义都是一样的。 能够住了一家人和乐团员。 感谢观看